来 你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啊 妈 这就是夜市 有很多好吃的 我肚子饿了 我要在这儿吃饭 在这儿吃啊 宝贝儿乖啊 妈妈带你去吃西餐 咱们吃好吃的 这儿不卫生啊 不要 我就要在这儿吃 妈 走了 妈妈不去 走吧 这里好热闹啊 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 妈 我要吃韭菜盒子 韭菜盒子这么脏的东西 怎么能吃啊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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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没关系啦 走吧 你 来 老板 吃韭菜盒子啊 要几个 四个韭菜盒子 两碗小米粥吧 行 先请坐吧 我马上拿 等等 老板 老板 您这凳子这么脏怎么做呀 不好意思啊 阿华 把那毛巾拿过来 马上给你擦 来了吗 快点把这儿擦下 好嘞 还有那个 现在可以坐了 您这抹布可比凳子还要脏呢 大姐 不好意思 行了 可以坐了 请坐啊 马上就来啊 妈 那个人那么矫情啊 行了 别说了 都是客人 来 赶紧盛周 两碗啊 哦 卫红 回来了 爸 爸 做功课呢 真乖 文君 写作乐去 去吧 妈 这 这不是 这 钱还了吗 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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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见过什么打算啊 你别担心这个了 我手头上还有好几笔生意等着做呢 好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也别出去做什么生意了 一天到晚东跑西滇的也够累的 这是你们的小米粥 清夏 咱们一起开这个韭菜盒子铺 多好啊 卖韭菜盒子 吃啊 卖小米粥 吃 对啊 那能挣多少钱 钱是挣不了多少 可是够过日子的 再说了一家人在一起 多好啊 改天再说吧 你帮我把这个给那桌 那桌四个 喂 清清啊 你要去哪儿 叫你呢 不好意思啊 你 你们认识啊 我们俩可不只是认识 我还有账要找他算呢 你欠的钱啊 的确我欠的不少钱 但你放心 我自己能处理的 你怎么处理呀 你身上又没钱 我 请问孩子他爸欠你多少钱啊 他是你谁 孩子他爸呀 他爸 李庆祥 好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李庆祥刚来这儿做生意的时候 客户全都是我介绍的 生意好的时候吧 我一毛钱好处也没有唠叨 生意不好的时候 全部都是我在帮他周转 所有的烂摊子都是我帮李庆祥收拾的 但是没事 我可以忍 你现在告诉我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我们两个原来是夫妻 我前夫 你跟他是夫妻 我们两个原来是夫妻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那请你告诉我李庆祥 我是你什么人 说啊 问你呢 他是你什么人啊 贵宏 贵宏 我 我七月是欠他不少人情 李庆祥 恐怕你欠我的不是人情吧 你欠我的是一个交代吧 怎么回事啊 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 他欠你一个什么交代 来 晶晶 告诉这个阿姨 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爸爸 他是你谁 爸爸 李庆祥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谁 他是你跟这个女人生的孩子吗 对 这就是我跟他生的孩子怎么了 我没问你 我问我丈夫呢 你说 是不是 说话呀 是 骗子 混蛋 混蛋啊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骗我们 骗我们 你个骗子 你个骗子 你对我人家 好了 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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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呀 别冲动 我是每天都想着你们 我没骗你 虽然我是另外成家了 但 我也是想着 将来我发达了 有钱了 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吗 李庆祥 你跟我结婚 就是为了骗我的钱 是为了帮他们三个过好日子 你把我当什么了 当什么了 娜娜娜 我 我没骗你 我绝对没有骗你 我 我对你完全是真的 行啊你 你 我说呢 这几年逢年过节的 你就玩失踪 谈生意 应酬 这么巧 原来你都回乡下 和他们团圆了 没关系 我能忍 我可以原谅你 但你必须 和他断绝关系 爸 你们是我的孩子 放心 我不可能抛下你们的 看在这俩双胞胎的份上 过去的事情 我不跟你追求 但是 你必须马上跟他断绝一切来往 你做梦 我告诉你 林庆祥必须跟我走 凭什么 凭什么 凭我跟他有个女儿 凭他这么多年骗了我的钱 骗了我的感情 所以你要对我负责 你跟他有一个孩子 那我的孩子呢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你不能来破坏我们的家庭 你说话真逗啊 我们一家三口活得好好的 是你冒出来 破坏家庭的人是你 是你冒出来的 你不要胡搅蛮缠 胡搅蛮缠是吧 我今儿就告诉你 什么叫胡搅蛮缠 你干什么 做什么生意 我 你别这么刀 我就贪的 我救先了 我先了怎么 我不是我吗 救命不能打 好好说 好好说 客气 别打了 别打了 不客气 你先走人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别闹了 行不行 护着她是吧 你越护着她 我就越要冲她 你闪开 你怎么安装 别闹了 别闹了 干什么 你先捕胡姐是吧 也不看看 是不是你撒眼的地儿 找我死啊你啊 不许耍横 你谁啊 干吗 你 你谁啊 我是吧 别别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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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 三八 好了好了 各位兄弟姐妹 行行行 别添乱了 拜托 拜托 打我呀 打呀 别添乱了 别走 来呀 行行行行 好好好 走走 走吧 走吧 放手 那她们人多 好好不吃以前亏吗 赶紧走吧 好 我可以走 跟我一块走 干吗 干吗 舍不得呀 跟我回家 走 快快快快 走啊 先滚 爸 爸 走 爸 走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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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相 爸 亲相 爸 你真的要跟她走啊 爸 亲相 你知道吗 我这么多年 找你找得有多苦 你都答应回来了 难道你又要丢下我们吗 卫皇 很抱歉 我必须暂时离开你们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好啊 你别跟她走行吗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和她离婚 我欠了一屁股债 我自身难保啊 我得靠娜娜替我还钱呢 我 我不是已经给你钱了吗 我 我给你那二十万 你没拿去还债吗 我 我拿去投资股票了 全投在一个钱礼物上 真是混蛋啊你 你知道我那些钱 是怎么挣来的吗 我挣那些钱有多不容易吗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到时候股票卖了 挣的钱都归你吧 说够了没有啊 听不懂人话是吧 她不会跟你回去的 因为我可以帮她还钱二十万 有吗 老公 只要你跟我回家 我立马给你二十万 不过有一个前提 跟她断绝关系 干什么 舍不得啊 严娜娜你 姓魏的你说得没错 她真的是个骗子 骗蛮她 你再来骗我 你是不是人 我没骗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对她是真心的 那对我呢 清香 清香 你别跟她走 行吗 你留下来 跟我跟孩子们在一起 好吗 放手 我告诉你 你要不要脸 这是我老公 你们三个 不要再给我演苦惊戏了 我看得快吐了 老公回家 上车 清香 爸 清香 你别跟她走 你不要我心 但是你连孩子也不要了吗 爸 爸 你别走 我的孩子 我不会不要他 清香 爸 想干什么呀 都听到了吧 你有孩子我也要 为了我的女儿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跟你回家的 我说你这个人 你真是不讲理呀 我跟清香先有的家庭 我们先有的孩子 是你来拆散我们的家庭 我不会让孩子没有爸爸的 我跟他是合法夫妻 行 试试吧 爸 清香 爸 清香 爸 清香你下来 爸 清香 爸 你开门啊 清香你下来啊 爸 别走 你下来啊 爸 爸 还不走 别走 别走 清香你下来啊 清香 爸 清香 爸 清香 别走 爸 清香 别走 林清香 你真混蛋 你真不是人哪 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我杨了个白眼狼我 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你不是人你 我 我真是傻 我跟了你 我图什么呀 阿丽清相 我跟你我图什么 做生意做生意亏本 公司公司开不下去 我在后面给你擦屁股 我无所谓呀 没关系 我爱你呀 我给你生女儿 我以为我们家三狗幸福着呢 现在呢 你冒捉个前妻来 还有两个孩子 我怎么办 你说你让我怎么办 你说你早就没跟他们有来往了 怎么又扯到一起了 你是个骗子 你是骗子你知道吗 好了 好了 娜娜 好了 好了 别这样子 有话好好说吗 好 说 那你告诉我吧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跟晶晶怎么办 你还要我们吗 还是你要回那个家 你说吧 好了 好了 别担心嘛 别担心 我心里只有你和晶晶 知道吗 你觉得我还能信你们 李清相 你想想看啊 为什么我这么多年 都没有去看他们 因为我 我早就对 对他没感觉了嘛 真的没感觉了 那好吧 其实事情很简单的 只要你们断绝关系就行了 对 现在就断绝关系 断了以后 你就跟那家人一刀两断 再也不要见面 娜娜 你 你别冲动啊 又变成我冲动了 原来你是骗我的是吧 断还是不断 你就给我一句话 断还是不断 说 好 我断 我断 你发誓 我如果说假话的话 我 我遭天打雷逼 我发誓 算你还有一点良心 幸违的 想跟我争 你也太不自量力了 还好 妈 你也别难过 咱们明天就回老家 以后别再来事了 不行 我要等爸爸回来 我不能没有爸爸 你行了 你爸已经跟别的女人跑了 咱们以后再也没有爸爸了 你 你不许胡说 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你爸不会回来了 他会 不会 行了 你们俩别再闹了 浩华你也别这么说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你们的爸爸 行了 赶紧睡觉去吧 妈 听话 你明天不还要上课呢吗 你们放心吧 妈不会让你们没有爸爸的 毕竟 妈都等了他那么多年 妈明天再去找他好好谈谈 妈 那你一定要把爸爸带回来 知道 睡觉去吧 会儿 咦 咦 你 好 不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不好意思 您的订阅电话已关机 不接电话 看来林青香 是提了星耀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浩华 我走了啊 妈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看你这孩子 留在家里好好学习 听见没有 把门锁好了 不认识人别开门 我走了 知道了 卫弘 你来干什么呀 你赶紧跟我走 不想见你 卫弘 我今天来就是 我就想把这件事情说明白 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天夜市上说的 还不够明白吗 你别听娜娜瞎扯 对了 她叫何娜娜 我不想听 她叫什么跟我没关系 就那种女人 我看一眼都不想看 卫弘 别这么说她 那你让我怎么说 你让我怎么说她 难道你想让我跟她姐妹相撑吗 不不不不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我混蛋 当初和她结婚也是迫不得已 行了李庆祥 你就别再骗了行吗 这种事还有迫不得已的 你骗了我们多少年了 你骗了我们十几年了 你就别再骗了行吗 这种事还有迫不得已的 你骗了我们多少年了 你骗了我们十几年了 那孩子多大了 跟文娟一边打 你说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 你不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对得起谁啊你 你对得起我 对得起孩子吗 你说你做的那是人事吗 我跟你讲 我不是看在这两个孩子的份上 我早就让你滚了 是是是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可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就是杀我 砍我 这事实也是存在 那现在赶紧想个办法 那把事情解决吧 那天我们 我们那么求你 你还是跟着那个女人走了 你当是想过我 想过孩子的感受吗 那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也没办法嘛 我这不回来了吗 我就想你想孩子 所以我赶紧回来了 那你今天回来了 还走不走 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把那边的关系弄清楚了 我就回来 好吧 那你需要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不好说 你不好说是吧 那我替你说 十天 行吗 十天 对 你 恐怕没办法 就十天 要是十天之内 你跟她还不离婚的话 就永远别再来找我们 这下也跟你没关系 妈 浩华 进去吧 朕没理事 浩华 进去 你走吧 孩子们现在不想接你 我得去摆摊了 喂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外头跟客户谈点生意 你到底在哪儿 我 我说了我在外头谈生意呢 赶紧给我滚回来 好 浩华 给你吃巧克力吧 我不用了 我不吃了 给你吧 我不饿 你自己吃吧 吃吧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不用了 真的没事 没事 不用了 干吗呢 就一块破巧克力 还推推嗓嗓啊 又不是给你 你在这儿瞎招让什么呢 我妈到国外 带来进口巧克力 比利时 法国 瑞士 那我都吃腻了 我吃这个 行了 别在这儿给我摆你的富二代 臭价子 就你家有钱行了吧 我们兄弟家孩子没钱 你家再有钱也是你爸妈的 又不是你自己挣的 就是啊 你有本事让你爸自己 开个学校去 你别在这儿上学 我爸是有钱 怎么样 也不是不能开学校 哪像你爸似的 不要你们了 你听谁说的 我妈管夜市 她全看见了 我能不知道啊 不是那也是别人胡说的就 别人胡说 你妈跟那女人在夜市打架 大家全看见了 还要我胡说 你给我闭嘴你 京亮你太过分了 去 你爸 现在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了 她不要你们了 你 你妈 你妹 全是可怜虫 我让你胡说你啊 别打了 我没胡说 别啊 别急赶紧去叫你爸啊 别打了 快点 他们都打起来了 他们哪人动手啊 京亮说他爸不要他了 别打了 快起来 课堂打架像什么样子 俩人都没伤着吧 两个人都给我到办公室去 哥 刚才京亮说浩华他爸不要他们了 跟其他女人跑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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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浩华他妹在哪 别说了 别说了 让一下 让开 亮亮 静亮妈 怎么还流血了 你什么情况 干吗要打我们家亮亮 你才多大呀 你就这么野蛮 那个 静亮妈 你呢先别骂浩华 他们两个究竟为什么打架 这还不清楚呢 行 那你说 你为什么跟亮亮打架 说呀 亮亮那你说 我为什么打架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你说别害怕 我就说他爸爸欠别人钱 跟他妈离婚了 他就打我 我爸是欠人钱 但他正想爸爸还呢 别狡辩了 你爸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啊 我们家亮亮说的话有错吗 让一下 叶主人 现在事情很清楚了吧 是李浩华听不得别人说实话 就打人了 这样的孩子不能不管管吧 叶老师 来 卫红 方老板 方老板 我们家浩华 在学校很少跟人打架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想干吗呀 一来就撇清关系 你问问清楚好不好啊 浩华 你是不是打人了 我就打他了 谁让他胡说八道 听到了吧 自己说的啊 打人了 对不起 方老板 我给你道歉 叶叶 对不起就算了吗 你瞧瞧把我儿子 打成什么样了 都流避险了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孩子不用管的呀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就你这儿子啊 长大肯定不学好 方老板 你不能这么说孩子吧 他还小呢 你也是当妈的 你这么说他 不太好吧 我这叫实话实说 你看看你儿子 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你再不好好管管的话 长大非走歪路不可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这么说是为你好提醒你 真是 你看看这儿子教的 当妈的也是什么明白人 那个金两妈 我们做家长的 在孩子面前说话 应该注意分寸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浩华打人啊 首先是不对的 浩华 你给金亮道个歉 方老板 方老板 浩华打人是不对 我这个当妈的 替儿子向你道歉 不是 妈 你为什么要给他们道歉啊 我又没错 你打人是不对啊 是应该道歉 我就是没错 浩华 卫红 卫红 我听浩华老师说呀 自从他爸爸出现以后 他上课经常留号 所以你得多关心关心他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啊 浩华 浩华 叶主任 看到了吧 这李浩华这孩子多倔呀 不好好管管行吗 是啊是啊 那个金亮妈 你看孩子小嘛 她不懂事 再说她妈也替她道歉了 我看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好吗 行不行吧 看在叶主任的面子上 算了啊 谢谢啊 那金亮妈 走吧 亮亮 好 叶主任再见 慢走慢走啊 疼不疼啊 不疼 没事 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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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啊 你别跑啊 你小心车 还躲啊 我咋不死你我 别静静 你上次怎么够保证的啊 李庆祥 李庆祥 我看你还是惦记着那个姓魏的 竟然想甩了我跟金晶去复婚啊你 我 见客户 谈生意 来 你告诉我 你今儿谈了几笔生意 几笔 我 我 我没告诉你 我去找他 我就是怕你多想嘛 你不是跟我发过誓 再也不会见他的吗 你再过点时间我才能去处理嘛 当我散散小孩骗是吧 好吧 今天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去见卫红 你跟他谈了什么 说 说话 我就告诉他 让他以后别来找我 就这么简单 李庆祥你看着我 你当我傻是吧 啊 说话 我说我说 他给了我二十万 让我去还债嘛 真行啊 他对你真好 他真爱你 感动吗 欠他一大份人情 是不是阿老公 要不这样好了 娜娜 我把二十万还他 然后你帮我还债吧 想得挺美啊 我凭什么帮你收拾烂摊子 来说吧 提断绝关系的事了吗 他愿不愿意断绝关系啊 这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 我怕他接受不了 给他一点时间适应一下 老公 你真是温柔体贴啊 我怎么没发现你对我 这么温柔呢 好我明白了 跟我玩缓冰之计是不是啊 两边都喜欢 两边都不想放 是不是啊李清祥 我哪有啊我 你没事吧 来 我寄给你 谢谢叔叔 不客气 我告诉你啊 今儿不把这事跟我说清楚了 什么都别跟我谈 你 你 你怎么样 没事吧 谢谢 手机好像摔坏了 怎么样 伤着了吗 没事吧 没事儿 就破了点皮 没事儿 叔叔 谢谢您 找着你爸了吗 没有 那你们怎么办 没事儿的 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真的不用叫救护车了 真不用 没事儿的 破点皮不要紧 谢谢您了 好 没事没事儿 那我们先回去了啊 我们回去了啊 好 妈 你们小心点啊 谢谢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吗你 发誓 鉴于你每一次发誓 跟吃饭一样 所以我决定录下来 发誓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有意思 快 我发誓 太远了我听不到 过来 过来 别那么近 别那么近 我发誓 有诚意一点 我发誓 我再也不见卫红 跟那两个孩子 要不然 我们都不得好死 具体怎么个不得好死法 上刀山 下油锅 天打雷劈 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行了吧 这可是你说的 记住了 你真是长本事了你 学会打架 行行行行 我来我来我来 你说你啊 这家里现在这么困难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爸现在指望不上 妈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跟文娟的身上了 你倒好 你在学校就这么念书的呀 气死我了 你还长脾气了 学会摔门了你 妈 回来了 对不起啊 妈忘了接你了 好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妈过马路的时候 不小心给车碰了一下 那疼不疼啊 还行吧 没事的啊 所以说啊 你以后过马路的时候 小心 听见了吗 妈 哥怎么了 我 浩华 没事没事 你干嘛呢 那 那是我的不行 爸爸买给我的 以后别再提他 我恨他 给我 给我你 别再提他 你干嘛呢你 这乱扔东西干什么呀你 妈 我恨他 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妈 妈 爸爸不管我们了吗 以后不用他管 行了你 不许这么说你爸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你们的亲爸爸 不许这么对他 听见没有 你更不能因为这件事 在学校跟同学打架 只是以后 你在学校少提他就行了 知道吗 妈 我知道了 以后再也不打架了 好 要不你今天先别去了 先歇歇等伤好了再去吧 这伤算什么呀 这就不去了 妈 今天要不然 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去什么呀你 在家好好做作业吧 妈 跟你说了不用 你爸千不对万不对 有句话是对的 不能因为妈摆摊 影响了你们的学习 在家好好做作业 没事的 妈 我和文娟可以到夜市歇写作业 写完作业再干活 不影响学习的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那么宁啊 跟你说了不用 那饭我已经做好了 在锅上热着呢 写完作业以后呢 你们就吃饭 吃完饭早点睡觉 听见没有 好 行了妈走了啊 回我吧 文娟 吃饭了 好 妈呢 妈去夜市了 文娟 妈现在也挺辛苦的 咱们当初帮忙的时候 妈都忙不过来 现在妈一个人了 肯定更忙不过来了 我打算去夜市帮忙 你去忙 我才不去 文娟 你好好吃饭 这什么烂菜 给小狗都不吃 文娟 现在妈 把钱都替爸爸还债了 现在家里没有钱 你自己懂点事行吗 我 我就是不懂事 我本来就是坏孩子 反正我也不想当好孩子 要当你自己当 别拉上我 我就是要待在家里 我不要你管 我走了 你 文娟 马儿呢 刘师傅 文娟 今天能把肉钱借了吗 行行行 不好意思 忘了 没事 多少钱啊 一共三百二十块 好了 好了 三百二 三百二 正好啊 行 那你忙着我走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老板娘 酒菜盒子好了没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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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啊 没好 我不要了 来来来 来了 不好意思啊 老板娘 你小米粥快点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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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没事吧 没事 赶紧拿调整 哎 你怎么来了 妈 你这不是腿受伤了 不方便吗 我怕您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过来了 那文娟一个人在家 他不害怕呀 哎呀 没事 他那么大一人 没关系 老板 我这儿俩酒菜盒子 好啊 就来就来就来 赶紧拿 妈 我来吧 行行行 两个啊 粥粥粥 快点 马上 马上 红姐 您会给我们送四个酒菜盒子 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好嘞 你们太好了 浩浩 赶紧给那边 送两碗粥去 好嘞 我给那边 送酒菜盒子去了啊 记住啊 还有两碗粥在那边的啊 好嘞 浩浩 你怎么一个人哪 我 我妈去送酒菜盒子去了 你现在主要任务是学习 赶紧写作业去 没事 我作业早就写完了 我们小米粥来了没有 等会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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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酒菜盒子 来帮忙了 咱们酒菜盒子快点 来 来了 来了 来 这边 来 这边 来 来 来 粥 来 粥 老板 两碗小米粥 红姐 真麻烦你们了 都来帮忙了 客气啥 赶紧把粥给人送过去 那粥 那粥啊 你看 今天真是多亏你们帮忙了 要不然真是忙不过来了 咱夜市上你帮我我帮你 还不都应该的呀 你看浩华多懂事呢 我那儿子呀 要能跟他一样 我就满足喽 红姐 这小子可真不赖 比我们家那小组头强多了 瞧你们说的 整个我都想找个好老公嫁了 赶紧生个这么好的儿子 赶紧呀你 老板 来瓶啤酒 来了 来了 老板 我们的韭菜盒子快点啊 马上马上啊 你那韭菜盒子 把我这盘子也收一下 小伙子 帮我把这个收一下 等这么半天了 老婆 这给你啊 谢谢 我问你啊 跟姓魏的那个女人 那边断绝关系 两个小孩的钱 你准备给多少 现在不要说这个嘛 以后慢慢商量吧 慢慢商量 那如果那个女的 狮子大开口怎么办 不 不会 卫红不是这样的人 不会 不会 是 卫红是一个 身平大义的好女人 是吧 你这是干什么呀 谁啊 芭城市债主 我不解了 李庆祥你说我跟你过日子容易吗 出来吃个饭还要被追债 上洗手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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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文娟 文娟 什么事 是不是有急事 你怎么一直给我打电话呀 爸这儿忙着呢 我跟客户谈生意的 爸 妈被车撞了 什么 被车撞了 情况怎么样 严不严重 爸 你快回家吧 现在家里没有钱 我们也没有爸爸 同学们都看不起我和哥哥 文娟 我不会丢下你们的 你放心 你说嘛 你妈被车撞得怎么样了 严不严重啊 文娟 爸现在就及时要处理 你别再打过来了 你放心 爸会回去的 别打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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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去啊 我去找浩华 你们今天不是刚打过架吗 找他干嘛去啊 我找他道歉去 我说儿子 你傻呀 他打了你 你跟他道什么歉啊 是我先骂的他 我觉得我不对 我跟他道歉去 那知道骂人不对呢 以后就别骂人了 但是今天你骂了他 他也打了你呢 扯平了 别道歉了 不行 我就去 让你别去就别去 我就去 行行行 我陪你一块去 不行 你陪我一块去 肯定会跟浩华妈妈吵架的 那你这么晚了 一个人出去多不安全呀 我就一个人去 你要我陪我一块去 我以后再也不听你话了 行行行 去吧 注意安全啊 你道歉去 背什么书包啊 酒 我的酒呢 放开我 干什么呀你 把酒给我 把酒给我 放开我 干嘛呀你 我要喝酒啊 臭酒鬼 走 走 文娟 你没事吧 那个文娟 你怎么了 你今天在学校里 打了我哥还欺负他了 是不是 不 不是 是你哥先打我的 要不是你惹着他 不然他怎么会打你啊 我就说了你哥两句 你哥就打我 那你说谁对谁错呀 别当我不知道 今天在学校里 你当着同学的面 说我爸的坏坏 害得我哥被老师骂了 还害得我妈被车撞了 你就是个坏蛋 你妈被车撞了 没事吧 严不严重啊 又你滚 文娟 你去哪儿啊 文娟 你去哪儿啊 文娟 你不是在家吗 你怎么来了 文娟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哭过了 没事 虫子飞到眼睛里 吃饭了吗 妈 咱们以后就别来夜市摆摊了好吗 我在电话里跟爸爸说了让他回来 他答应了 他还说不会丢下咱们的 文娟 你以后别老给你爸打电话了 你爸现在情况你也知道 再说了 妈在夜市摆摊怎么了 抹凭自己的双手赚钱吃饭 这有什么可丢人的呀 老板娘 两个酒菜盒子 好好好 马上啊 浩华 拿两盘子 浩华 文娟 别站着了 来来来 吃点酒菜盒子 喝点小米粥 浩华 浩华你真心快啊 我们穷人家的孩子 又不像你们家那么有钱 我不心快能行吗 谁 谁说的 老师都说了 劳动最光荣 你情快多好啊 我帮你吧 帮我什么呀你帮 你到底想干吗呀 我 我跟你玩还不行啊 谁跟你玩呀 对了 不是今天文娟怎么和你在一块 好像哭了似的 是不是你欺负他了 不是 他在路上被一个酒鬼欺负了 我还救了他呢 我打了那个酒鬼 行了吧 谁信你鬼话 浩华 浩华 妈去那边送酒菜盒子去了 你看这点摊啊 坐啊 浩华 还生我气呢 对不起啊 今天我不该在学校 说你爸爸的坏话 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好 你 你倒是说话呀 哥 别搭理他 他今天在学校骂你来着 现在又来转好人了 不是 我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 要不然 我干吗从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啊 浩华 对不起 你倒是说话呀 行了行了行了 原谅你了 今天我也算教训过你了 那我给你来个韭菜盒子 咱们以后还是好朋友 那个韭菜盒子我可以来 但是这钱我必须得给 我不能白吃你的呀 行的 你要给也行 那我给你来个韭菜盒子 行 好 不长记性 来 给你 浩华 我借你作业 我抄一下 借什么作业板 就知道你小子 没事是不会来的 还说道歉 不是不是 我是真来道歉的 只不过顺便抄一下作业 行了吧你 说反了吧 你 不见 赫华求求你了 要不然明天又得挨老师骂 对了 要不你找文娟吧 她都会 她 她才五年级 咱们六年级 她会嘛 开玩笑 文娟数学特别好 找她绝对没错 老板 我来俩韭菜盒子 没问题 文娟 文娟 你能不能 帮我把作业给写写啊 作业本呢 谢谢你 谢谢菊儿的姐 浩华 你放那儿吧 妈来洗 卫红 你怎么来了 谁让你来的 爸 爸你回来了 我好想你哦 我接到文娟电话 她说你被车撞了 所以我马上过来看看 浩华 带妹妹换我 我不 跟哥哥回屋去 听见没有 快去 去吧去吧 走吧 浩华 等等 这是给你们的 走吧 爸 你别走啊 卫红 你没事吧 什么时候还我那要是吧 我不是说了我拿去投资了吗 你放心吧 没多久以后啊 我一定连本单里还给你 你说的话谁信呢 你就骗别人吧 那钱我今天就要 去给我拿回来 我 去啊 卫红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 就在你给我二十万的前两天哪 我有个朋友在金融界的 他告诉我一个内部消息 说这只股票马上就要涨 我把钱呢全部投进去了 我相信呢 没几天以后 这这这只股票至少能让我赚三十万 到时候呢我把债还了剩下的钱归你 这这这不是挺好的吗 过几天 再过几天哪 这 反正就是快了嘛 快了是几天 人家可追着你要钱哪 这事你就别瞎操心了 我欠的钱我会负责到底 我一定会还的嘛 我就不应该借钱给你 我就应该让你 被那些追债的追得到处跑 你才会长记性呢 卫红 卫红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啊 别生气了 你跟那女人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我跟她的事情 真的很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两个孩子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你也知道她 她也帮我生了个女儿 对吧 你什么意思 现在呢 不管是丢下你们 还是丢下他们 这 这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样子我会一辈子 良心不安的 所以呢 你看在几个孩子的份上 别再逼我了 好吧 我逼你 当初咱们离婚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瞒着我去跟她结婚 怎么对得起两个孩子 现在反倒想要负责任了 你真可笑你 你以为我好欺负呢 给我躲开 走走走 你伤害他们还不够啊 他们根本就没有正常的妇案 在学校被人瞧不起 这些你都知道吗 你在乎吗 是是是 我错了 我错了 卫弘 我求求你 给我一点时间 我跟娜娜好好商量商量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吗 你说话算话 好好跟我商量什么呀 娜娜 两口子聊得还挺热乎 不过这俗话说得好 凭贱夫妻百事哀 清祥 你给我想清楚了 你确定要跟这个女人 做凭贱夫妻吗 你到我这儿来干吗呀 谁要你来的 你给我出去 你以为我乐意来啊 这么穷酸的地方 要不是因为我老公来 我能来吗 天哪 现在还有破成这样的地方 这能住人吗老公 能不能住人用不着你管 你给我出去 你以为我乐意管 我今天来是跟你做一笔交易 这样 我答应你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 只要你可以跟我的庆祥断绝关系 有了这笔钱 你可以给孩子们买很多好吃的 可以买大房子住 你也不用再卖韭菜盒子那么辛苦 我卖不卖韭菜盒子跟你没关系 你管不着 我告诉你 我就是再穷 我也不会拿自己的婚姻来换钱花 更不会不要自己的家庭 你穷你还有志气了你啊 我给你台阶下你不下 我给你钱你不要钱 你就不想绝绝关系是吧 到底想怎么样 好了好了 别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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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了说啊 说什么来说 都是你造的孽 我老公是你骂的吗 你这个窝囊废我告诉你 你不跟这个女人断绝关系 你不要回我家 我 叶老师 叶清香 三天时间已经到了 请你赶紧还钱 你担心什么呀 我一定会还的嘛 别来添乱了好不好 我现在已经够乱了 我 你还来添乱 你这叫什么话 你要不是欠我的钱 就是你请我来 我都不会来的 我就没钱嘛 有钱我能不还你吗 现在没钱怎么还你 当初你们借我钱 也是为了赚钱 现在亏了 就怪你们自己贪心 你 你怎么跟叶老师说话呢 对不起啊 叶老师 这一口一个叶老师 叫得还真甜啊 你胡说什么呢 心虚了吧 老公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这个傻瓜 你还在担心别人 觉得对不起别人 别人早就有相好的了 请你闭嘴 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的 你少血口喷人 你看这一唱一鹤的 多像一家人哪 这么看来你们好像 真的有点不清不楚啊 你 你 严汉良 你太过分了 你真不是东西 敢勾引我老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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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不可理喻 我不想看到你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我更不想看到你 今天你要是还了钱 我可以立刻走人 你 叶老师 那个 对不起啊 要不然 你先回去吧 他李庆祥不管怎么样 这钱我一定想办法 让他还给你 对不起啊 你先回去吧 好吧 老公 这样的女人 还值得你留恋吗 你闭嘴吧你 你们俩给我出去 别再往别人身上 泼脏水了 脏不脏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老公 走 走 你真行啊李庆祥 我就一没注意 悄声无息又去找卫红了是吧 我是听说卫红出车祸了嘛 我就过去看看吧 所以你就是关心他们吗 我哪有啊 我就是看看 总要讲讲基本的道义吧 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还真没发现 你是这么一个大善人 不容易啊你 我可告诉你 好歹我和娜娜 在商场摸爬捆打这么多年 别把我当三岁小孩骗你 不会 你怎么能那么想 怎么不会啊 我看你就舍不得那一家子吧 我哪有啊 不如这样吧 你让我和娜娜也做一回大善人 我成全你们 你回去跟卫红过 跟她吃韭菜盒子 我乐得清静啊 娜娜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认真的狠 我警告你李庆祥 你再去找卫红试试 立马给我收拾东西 从我家滚出去 信不信 我不会了 我跟你保证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了 行吗 看来对付李庆祥 还真是要用点手的 停车 你要干吗呀 我要出去办点事 你下车自己打车回去吧 娜娜 这么晚你上哪儿去啊 你管得着吗 难道我还能跟你一样 去会旧情人吗 那好吧 你路上开车小心啊 系上安全带啊 小心开车啊 是谁啊 是李庆祥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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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脸来 太好了 这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啊 是这样的啊 我钱呢 我会一分不差 马上打到你的户头上 但是 需要你帮我演场戏 娜娜 这么早就回来了 过来过来 干什么呀 谁惹你了 心情不好 你还真逗啊 谁惹我 我老公天天惦记着 跟前妻复婚 我心情能好吗 李庆祥 我说别这样子嘛 别碰我 我告诉你 你们 你们干吗 谁让你们进来的 李庆祥 今儿你要是不还钱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你信不信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 今儿你要是不还钱 我就要你的命 这 三位大哥 别这样吧 饶命 三位大哥饶命 那就还钱啊 娜娜 你帮我还钱吧 赶快救我 我没有钱帮你还啊 这样吧 你让卫红替你还钱 你去啊 娜娜 到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啊 我求求你了 我拜托你好不好 李庆祥 赶紧还钱 把他给我拉到天才月 走 走 奶奶 奶奶 救我啊 奶奶救我啊 你想干什么呀 你们 放手 哪儿那么多废话 快走 你放开我啊 你干吗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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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来死啊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生命是无价的 冷静一点 你干吗救我啊 没事的 别想不开嘛 你这个大think 按 他吧 抓你啊 您干什么 您干什么 翻静了 快走 别别别 还 burada 还 property 他给你的 え Cut 住手 对 Anda아댔디 救命啊 你让他们住手啊 救命啊 多玩儿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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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来 干什么呀 怎么了 我替他还钱 你替他还钱 什么时候还啊 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下午来吧 说话算数 如果下午不还钱 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他 对 走 孙子 娜娜 谢谢你啊 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 谢谢 我告诉你 李清香 我救你身边在一份救济 但是如果你真要我帮你还钱 就要跟卫红断绝关系 我 我 现在就要断 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现在 现在 不打你试试 真的想背伸下去是不是 我 我 我 打呀 我 喂 文静 你接电话呀 没看我看书的吗 妈 填好了 放那儿吧 哦 喂 您好 惠弘 是我 什么事啊 你听我说 我们彻底断了 挺好的 那个 孩子们挺好的 是爸爸 我警告你啊 不许拿孩子来要挟我 我不会跟娜娜离婚的 那个 听话 他们都挺听话的 妈 我要接电话 我要接 行 我跟你 我跟你爸说事呢 妈 我要接电话 别闹了 文娟 喂 喂 喂 你说 我是认真的 我答应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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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往后孩子怎么办 孩子不用你管 浩华和文娟 都由我来找了 你不用操心了 不要 我只是在这里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你词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应该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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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